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炳坤老师 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要跟各位同学继续介绍 所谓的细胞的生理功能 那从刚刚到现在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不同的章节里面 包括了探讨 为何细胞膜的通透性 跟所谓的生理功能有关 那再来接着介绍物质进出细胞膜的方式 那讲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们还是不了解 物质到底在细胞里面如何产生作用 那所以接下来 我们要用酵素的为例子 来各位同学说明 这些当物质通过细胞膜这个关口之后 它在细胞里面如何产生了该有的作用 讲到这个问题点 同学们应该都知道 从小到大我们都要去上学校接受教育 为什么要到学校接受教育呢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在学校里面可以学到各式各样的知识 甚至学校如果跟人相处的一个能力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到学校去 可是到学校去 目的是这个样子 但是这过程里面有很多种 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比如说坐捷运去学校 或骑脚车或是坐公车等等之类的 那同样的在身体里面的一些物质 它当它进到细胞膜之后 比如说像葡萄糖进到细胞膜里面去了 它要让细胞产生各式各样的功能 这就是它的目的 比如说像脂肪代谢 糖质新生 或者是跟能量有关的TCA循环 它如何能够办得到呢 其实还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一个转换作用 那这个转换作用 其实就是需要一些酵素的一个帮忙 那藉由酵素作用 比如说葡萄糖进到细胞里面 藉由酵素作用 就能产生所谓的丙酮酸 那这个丙酮酸呢 接下来就继续代谢成 我们刚才讲的 比如说脂肪的参与的代谢 跟糖质新生 还有所谓的能量代谢的一个循环 那这个酵素其实在细胞中的一个化学反应 我想同学应该都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酵素呢 它可以跟反应物质结合之后呢 可以把那个反应物给分解掉 那另外呢 酵素呢 也可以这样跟反应物结合之后呢 去生成另外一个新的物质 那一个就是分解作用 一个是合成作用 那不论是分解作用 或者是合成作用 这个过程里面呢 我们都知道 它就都需要酵素的来参与 才能有办法去反应完成 那既然酵素这么重要 那酵素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当然包括酵素 它是一种蛋白质 而且酵素可以不断地重复去使用 那所以它非常符合我们的经济效益 那最大的特点呢 酵素呢 必须要一个专一性 而且它必须要跟酵素去接触结合之后呢 才能有办法展成它的作用 关于酵素是一种蛋白质的发现 那这是怎么去看的呢 就是在不同的科学家的研究里面 他们才做出来的 像爱德华比锡纳 它是用细砂磨碎酵母菌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这个所谓的磨碎的一个 所谓的酵母菌液 那就可以产生发酵作用 那这个它的实验里面呢 就是证实了说 这个生化反应 其实不需要在活的细胞里面 就有办法去执行了 所以后来就发现 这个东西也就是所谓的酵素 那另外一个科学家 比如说桑姆娜 它呢 可以从极克多中分离出 所谓的尿素酶 它是第一个在试管当中呢 以结晶的形态去研究酵素 那也因为它有办法在试管中 去结晶这个酵素 所以呢 也方便后来的科学家去验证 这样的结晶物 是不是符合蛋白质的特性 所以后来间接就证实了 确实酵素就是一种蛋白质 那因为藉由这两位科学家的 一个研究探讨 那后让我们对于酵素的特性呢 有更加的了解 那也因为这样子 这两位科学家就能得分别得到 1907年跟1946年的 诺贝尔化学奖 那酵素是一种蛋白质 那蛋白质是什么呢 同学应该不陌生 比如说我们现在 在平常吃的所谓的食品里 比如说肉类或者是蛋类 或者甚至豆子 都有所谓的很丰富的蛋白质 那其实蛋白质就是由氨基酸所组成 那这个氨基酸呢 它会有几个结构 比如说蛋白质间接完之后呢 就会形成所谓的次级结构 那什么是次级结构呢 就是氨基酸组装完之后 会形成一个 比如说像一个螺旋状 我们就称为Alpha Helix的结构 或是形成一个所谓的平板状的Beta Sheet的结构 那由次级结构呢 的一个Alpha Helix 互相组装在一起 就形成所谓的三级的立体的结构 那最终的蛋白质呢 通常都是所谓的 称为四级结构所组成 那四级结构的意思 就是由不同的三级结构 所组装起来的 那这样就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 那蛋白质呢 就是酵素 那它的特性呢 除了它是蛋白质以外 那第二个特点 它就可以重复使用 那重复使用的一个例子呢 就是像我们生活中 常接触到的一个面包 我们知道 某些面包师傅 做出来的面包特别的好吃 当然这跟师傅本身的手艺有关以外 其实最重要的秘诀在哪边呢 就在酵素 所以我们常听到说 用老面团发酵 重复来制造出 所谓的同样品质 口感的一个面包出来 那当然这个酵素呢 它的一个功不可没 就在这里 那酵素除了可以重复使用以外 还有专一性 还有跟素质结合的一个能力 那什么叫专一性呢 就像我们平常生活中 我们知道 夫妻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希望 对方不管怎样 终身都能够跟我们 能够很专一的用感情也好 或是说其他方面的分享也好 都是很专一的 那在生活上的 我们知道钥匙跟钥匙孔 也是一个专一的一个情况 它办法打开 那实际上 酵素就是这种专一性 只要孔不对 没办法密合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去分解那个受质 来做它的运作 产生它的作用 所以呢 酵素的专一性 对于酵素要发挥它的作用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讲完酵素的它的特性以外呢 我们要谈谈的是 酵素它的功能是什么 当然从刚刚介绍到现在 同学大概可以大致上了解 酵素就是可能会去分解 或是产生物质 如果是一个分解物质来看的时候 我们知道物质要分解 它必须要有一定的能量 启动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所需要的 这个能量最低的耗能呢 我们称为所谓的活化能 那酵素在这个反应当中 它的角色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酵素啊 它可以降低这个反应的活化能 使这个反应能够快速的进行 这是它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作用 那这个细胞里面的酵素 有很多很多种 那细胞里面的酵素 到底对我们平常的生理功能 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呢 我们这里举个例子 像G6PD这个酵素 它就是可以负责 番茄葡萄糖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也可以产生一些抗氧化的反应 那在我们平常的 比如说像食物里面 像蝉豆来讲的话 假设我们吃了蝉豆之后呢 就会把它消化吸收 可是蝉豆里面的物质呢 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氧化物质 这个时候呢 氧化压力就会增加 有赖于什么 有赖于这个像类似这种 G6PD酵素反应 产生抗氧化物质 把这样的氧化压力给释放出去 但是一旦这个G6PD酵素缺乏了 或者它丧失它的功能了 这个氧化压力 就没办法去把它排除掉 那这个时候会造成什么 比如说像溶血的现象产生了 这个也就是说 为什么有的人吃蝉豆 还会产生溶血现象 那我们就追根究底去发现说 原来这个是遗传性的疾病 也就是G6PD它的基因缺损 没办法做出来 那这样的病人吃了蝉豆 产生了溶血 我们就成为这样的病人 成为蝉豆症 就是这么样的由来 那除了这以外 那什么样的东西 会影响酵素的活性呢 当然这里列出了很多 我们一位同学在做介绍 首先在酵素浓度的方面来讲 我们知道酵素浓度越高 当然它的反应数率一定是越快 就像这边的卡通图一样 很多的不同的蓝色的公车 它可以带很多很多可爱的小动物 对不对 那当然公车越多 它能带的小动物就越多 它是成为一个所谓的浓度跟反应 是成为一个正比的状态 但是呢 这个瘦子浓度假设了 高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 它这个反应还会不会上去呢 当然不会 我们知道身体里面的酵素 都有一定的量 但是呢 这些的瘦子像这个小动物过多的话 这些公车就没有办法 很顺利地把它们运种 所以呢 这个反应呢 会受到瘦子浓度的影响 也就是说会产生所谓的最大的反应速率 那除了酵素浓度跟瘦子浓度 会影响到酵素的一个活性跟反应以外 那在身体里面的比如说酸减值 也会影响到反应速率 或是说我们在实验里面 也可以因为酸减值的调整 而影响酵素的反应速率 那不同的酵素它当然有不同的酸减值 最适合的一个反应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在身体里面 我们看到的 就像在吃食物消化之后呢 我们胃会分泌那个胃蛋白酶 那这胃蛋白酶的这个酵素呢 它的反应的一个最适合的一个酸减值在哪里呢 当然它在PH2左右 酸性的环境之下 它能产生大量的一个活性 如果说它今天回到了所谓的略靠中性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胃蛋白酶就是 就比较失去它的作用了 同样的 淀粉酶就像我们口香脱衣的淀粉酶 它最适当的一个反应的一个酸减值在哪里呢 就在中性左右 但是过酸过减 都会让淀粉酶失去它的活性 那一蛋白酶呢 它是需要在比较减性的环境中 才有办法发挥它的效用 所以这个酵素呢 它在不同的酸减值 它会产生不同的一个作用 那当然不同的酵素酶 它有它最适合 最适当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环境 那除了酸减值以外 还有最后我们要谈到的 会影响到酵素的就所谓的 它的温度 当然温度不同 当然它的反应速率当然就不一样了 所以每个酵素它有自己最适宜的温度 就像我们平常在喝的优肉乳一样 我们喝到身体里面去 它当然会做它的反应分解 所以如果我们要降低这个反应的话 我们通常就要把这样的一个食品 丢到冰箱里面去 才能保存它的活性 一旦放到室温 它就开始作用了 也容易变质了 所以在这个影响酵素 活性的因子里面 我们介绍不论是 硕质浓度也好 酸减值也好 温度也好 都会影响到酵素活性 但是如何影响呢 当然我们从蛋白质结构来看 当然不管是温度或酸减值 有可能是针对这个蛋白质结构的问题 产生了一个影响 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可能在处理一些食品 比如说加温的过程当中 你看不同的加温的时间 蛋白质的所谓的变性的程度就不一样 那蛋白质之所以变性就是因为温度或者是酸减值破坏了这个所谓的四级结构的关系 导致它原来的结构跟 导致说温度处理完之后的结构跟原来结构有很大的差异性 所以整个来讲它的活性就会丧失掉了 那我们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 最后要谈到的是 有一些因子 比如说像一些金属离子或是一些辅酶 也会影响到酵素的一个活性 像氢会促进酵素的一个作用 那MADPH 我们知道它在一个所谓光合作用反应里面 是有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 可以促进酵素的活性 那拱呢 它就会相对性的就会移植酵素的活性 那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知道酵素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它的活性是受到那么多的因子的调控 那酵素之在于医学的应用 或是疾病上面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像比如说像一些抗生素的一个应用 我们知道我们用抗生素 就是为了要杀死我们体内的一个细菌 那为什么抗生素可以杀死细菌呢 就是原因在于说 像青梅素或头发梅素菌素等等之类的 它可以移植细菌中的细胞壁合成的酵素 所以用青梅素 它就可以移植细菌的细胞壁合成 所以细菌就没办法生存了 另外呢 就像那个黄氨类的抗生素 它可以移植细菌当中的 所谓的叶酸的代谢酵素 所以这个细菌就没办法生长 就没办法继续的分裂生长 可是因为它这类的黄氨类的抗生素 它会抑制所谓的 我们知道常看到的所谓的有酵素洗衣精 或者是说环保厨余的酵素 或是分解脂肪的酵素健康食品等等 这个都是生活上酵素在应用的一些例子 那除了生活例子以外 跟疾病有关的酵素的一个异常 比如说像本酮尿症来讲 它就是因为代谢氨基酸的酵素产生的问题 也就是在转换病本氨酸到个氨酸的过程当中出了问题 那症状当然就是可能毛发会呈现一个黄色皮肤 比较干燥等等 那除了氨基酸代谢酵素异常 所引起的本酮尿症以外 另外一个疾病像高光氨酸尿症也是同样的道理 那另外还有一个代谢酵素异常 比如说过氧化体内常念脂肪酸的酵素 如果是代谢异常的话 就会产生所谓的肾上腺白质饰养症 它的影响就会妨碍神经的传导 那关于这样的一个例子 在所谓的一个故事里面 像罗伦佐的油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描述 这对夫妻他的小孩子 患到这个所谓的肾上腺白质饰养症 帮他们找一些医疗的一个措施的 一个所谓的努力的过程 那这个是刚才提到的是 酵素在于所谓的疾病上的一个影响 那在环境当中 有没有可能我们使用一些东西 也会影响到体内的酵素 导致说这个身体里面的一些 生理精灵受影响 是有的像农药中的常常使用的 像有机灵类 它就会抑制胆碱酵素的功能 那一旦它抑制了胆碱酵素之后 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胆碱 就没办法顺利被分解 就影响到了神经肌肉的传达 所以神经肌肉的收缩就产生了问题 另外像氢化物 它会抑制立腺体内的 所谓的氧化磷酸化的一个催化作用 所以立腺体的功能也就会受到了影响 另外在生意的应用方面 这些酵素可以造成 所以我们的生意的检测的一些相关性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采血完之后 血液会凝结 所以我们可以要使用所谓 一致凝血酵素 或是我们要测波涛糖的含量 我们就要使用一致波涛糖分解的酵素 才有办法顺利的采血 然后来侦测这些所谓的生化指标 来推测疾病的一个可能方向 所以在整个酵素的介绍里面 我们已经知道酵素它是一种蛋白质 可重复使用 它具有专一性 能够与素质结合 同时它也会受到这些不同的因素的影响 来影响到它的一个活化 活成的作用的一个活性 整个一个细胞生理而言 我们先介绍在这里 同学应该了解到 细胞膜通道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可以控制物质进出 一旦物质进到细胞内后 这个所谓的酵素的反应也是很重要的 那整个而言 如果这样的过程 比如说通道开启不正常 或酵素作用不正常 有可能造成细胞内过度生长 那这种状况之下 不论是酵素缺失也好 或细胞膜的讯号传递异成也好 比如说我们暴露到一些自来物质 可能导致这些现象产生 那这个都是跟所谓的癌症疾病 是非常有相关性的 那总结里面 我们从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学习到的是细胞的生理 细胞生理是什么呢 它是关系到所谓的细胞膜的通道的一个问题 那细胞膜通道又分为所谓的被动运输 被动运输就是简单扩散 跟所谓的渗透作用 还有所谓的促进性扩散等等 那除了被动运输还有主动运输 主动运输就是所谓的初级主动运输 跟分为次级主动运输 那还有除了膜通道以外 还有所谓的反应所需的酵素 它的特性呢 它就是个蛋白质 也具有专一性 那影响因子呢 刚才提到温度啦 酸减脂啦 瘦脂浓度等等 共同因子等等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 我们了解到 为何细胞膜的通透性 会影响到细胞的生理 因为最主要的就是因为 细胞膜通道的调控的关系 可以控制物质进出 那再来呢 这个物质进到细胞内后呢 当然它的 藉由酵素的反应参与呢 可以转换这些物质 可以参与细胞的各式各样功能 所以整个额颜眼呢 从细胞的生理 那就可以衍生到 所谓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 那到最后 我们就会看到像 刚开始看到的 人的生理的变化 是高性的时候 是很健康的 病因因的时候 当然呢 就是生理上产生很重要的变化 也就是代表 细胞的功能 有所改变的意思 那这个单元呢 跟各位同学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聆听 感谢大家ы! 热烂力尽ей 以来到现了 什么词 咱们 ền 成